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皮奴索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三件事 1991年10月31号 皮奴索索在经济道傅川市出生 之后从首尔的中学沟中毕业后 因为对演戏充满了热情爱喜爱 所以就进入了庆州大学戏剧电影系 2011年11月至2013年8月 皮奴索索完成了兵役 据说在他入股时 为了在体检中达到一级标准 而尝试过增重 但由于体型瘦弱 最终被评为三级 从2013年到2017年 他受到了曾做过模特的姐姐影响 让他踏入了模特行业 随着所属公司K Plus与YG娱乐合并后 他也成为了YG K Plus所属的模特 2014年4月 他出演了Pak Jian的Tadayo MV 2015年1月17号 他参加了七场国内时装秀 随后在2015年 Man's Fashion Show 皮奴索索首次登上了海外时装秀 皮奴索索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进入了模特经纪公司后 一边做时尚模特 一边在公司学习了演习课程后 最终以演员出道了 他的首部出道作品是 2016年播出的TVM电视剧 Tier My Prenji 2016年下半年 皮奴索索在SBS电视剧 《Tadayo ni 婆婆用心流》中 饰演了库花剑的前男友 之后在MBC电视剧 《Yok do you jen kink book ju》中 饰演了南俊的游泳部前辈 2017年 他在TBM电视剧 《明不老整》中 饰演黑衣男子等 出演过多个小角色 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皮奴索曾经说过 他在演员生涯初期 曾在一百多次摄镜中落选过 2020年8月至10月 他在TVM电视剧 《穹穹记录》中 饰演与伯伯公一起 为了成为演员 而努力奋斗的朋友角色 皮奴索索在这部戏 因出色的表现和演技 获得了大众们的好评 让皮奴索这个名字 深深印在了观众们的心里 2021年下半年 他在KPS电视剧 《郭平门台三角》中 饰演了王世子以Piu 而凭此角色 获得了2022KPS演技大赏的 男子新人奖 2022年10月21号 皮奴索索在 Netflix原创电影 《20世纪孙女》中 饰演了女主角 金珠晓的初恋对象 该电影公开仅三天 就登上了 Netflix全球电影榜单的第二位 并在包括 韩国日本、台湾、巴西 和墨西哥在内的 33个国家的 Top10榜单中 名列前茅 2023年 皮奴索索出演了电影 《Sullmate》 在这部电影中 她以青春的初恋形象 和丰富的情感变化 给观众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童年下半年 她在一集TBC电视剧 《Sullmate》中 首次挑战饰演了 反派角色 1991年10月出生的 皮奴索 2024年5月现在是 虚岁34岁 满32岁 但她穿校服的样子 依旧青春洋溢 很多网友们知道 她的实际年龄后 都感到非常惊讶 在《20世纪孙女》 《Sullmate》 《Sullmate》 这几部作品中 她都扮演过高中生 并穿上了校服 在《2023妈妈哄弹》采访中 皮奴索说过 最近我粉上了一个 爱豆组合 那就是莱吉 他们真的好帅呀 我真的好想和他们见一面 希望今天能见到他们 表达了对莱吉的喜爱 并推荐了莱吉的出道曲 然后在《妈妈》上 皮奴索终于见到了莱吉 并在IG上分享了 与莱吉的合照后留言 愿望实现 2024年上半年 皮奴索在TVM电视剧 《Sullmate》中 同时饰演了30多岁 顶级乐队《Eclipse》的主唱 和一个十几岁的游泳潜力选手 她在剧中完美的演技 让很多网友们觉得 这个角色根本就是为了 皮奴索量身定制的一样 虽然《Sullmate》的受视率 只有4%左右 但她的热度远远超过了受视率 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都能感受到超高人气 特别是她在剧中 作为乐队《Eclipse》的主唱 亲自演唱的OSD Tsunagi大受欢迎 不仅登上了美罗日榜第八位 在海外音乐排行榜 也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因这部戏的人气 让皮奴索成为了 新一代的寒流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